哈囉大家好,那下禮拜即將登場的夢魘集貝莉亞 她現在已經在開始吸收神魔大陸的力量了 超人Zero以及超人傑德也出現在神魔大陸上 想要阻止貝莉亞毀滅神魔大陸 原作中貝莉亞其實是超人之父的好朋友 啊超人之父是太郎的父親 後來超人之父當上警備隊的隊長 貝莉亞因而新生嫉妒想要獲取更大的力量而誤入歧途 最後盜取光之國火花塔的能量盒 然後結果因為能量太過強大自己無法駕馭自爆了 然後最後被逐出光之國 離開光之國之後被雷布拉德新人附身 然後變成邪惡的超人貝莉亞 就馬上對光之國展開復仇 然後光之國的超人都打不過貝莉亞 最後是有超人之王然後把貝莉亞給打敗 打敗之後也將貝莉亞關到宇宙監獄中 萬年之後還是被劫獄了 那劫獄之後貝莉亞馬上對光之國展開復仇 這次超人之王不在 他好像在訓練Zero 所以這次貝莉亞成功盜取核心 然後企圖要征服整個宇宙 然後原作中貝莉亞的邪惡陰謀 最後是被Zero給成功阻止 說到Zero我們這次的大獎 他其實是貝莉亞的宿敵 設定當中Zero也是相當渴望力量的一位超人 最後才發現原來守護才是真正的力量 而同樣渴望力量的另一位超人 最後誤入歧途變成邪惡的超人貝莉亞 所以遊戲中可以看到這位就是超人Zero 那另一位傑德他其實是貝莉亞之子 是貝莉亞用自己的遺傳因子製造出來的小孩 企圖是要等他長大吸收他的力量 最後身為貝莉亞之子的傑德 他雖然渴望父愛 但最後他還是站在正義的這一邊 然後回到我們神魔之塔的故事 在我們這次的合作活動中的第三彈 就是貝莉亞的故事 那其實貝莉亞的故事跟原創中 我剛剛講的其實是差不多 然後只是這邊開始 他貝莉亞感受到神魔強大的力量 想要吸收力量這樣子 然後這邊剛剛講的Zero有發現這件事情 然後並且出現在神魔大陸上面 然後傑德也開始加入戰鬥 然後這邊有說到8月24號會待續結局 那對劇情有興趣的話 那8月24號也可以繼續追蹤一下後續的故事喔 那關於官方的活動第三彈 就是這個貝莉亞的故事 主要是說有一個很福利的關卡 玩家們通關都可以獲得大量的經驗 以及素材、練技小怪或者是靈魂 以CP值來講是相當的划算 然後另外大家通關的次數 也會對應之後貝莉亞夢魘集的難度這樣子 那就希望說大家一起打起來 對然後活動的網站也可以看到說 目前擊敗的次數到多少 我看的時候是已經300多萬了 那只要到達500萬 相信下個禮拜的夢魘集的難度 應該是大家都會打得比較輕鬆這樣子啦 最後如果關於貝莉亞 你真的有興趣的話 這邊也推薦大家可以去看 傑洛伊羅篇的英雄傳 大怪獸格鬥這一個系列的影片 因為這個系列第一集就會講到貝莉亞的桃獄嘛 大概影片5分鐘第一集就演到 就是有壞蛋去捷獄 然後貝莉亞出來 然後攻上光之國這樣子 作為影片的一個開頭 有興趣的話當然可以繼續看下去 那就影片先到這邊 也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好那影片到這邊囉 掰掰